张夫妻拿出控诉人Nancy当初买地成立的公司登记证明 强调他们绝对没有欺骗对方 希望能够透过法律的程序然后去移转其实并无不可 但是问题是他还是要找一个人 就是说今天要移转到谁的名下 黄姓台张夫妻2008年在柬埔寨买了80公顷土地 还要了Nancy投资买7公顷 而土地买卖必须是柬埔寨公民或是公司 于是又帮Nancy在当地成立公司 但他们说Nancy认为自己已经投资了1100多万台币 不愿意再支付土地买卖过户的费用 还反过来指控他们诈骗 甚至把股份卖掉60% 把事情越搞越复杂 他又卖掉了他卖给人家60%了 我说你不能卖了我们就很复杂了对不对 他又拿去卖给人家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就是他卖给人家之后的问题了 黄姓夫妻强调 如果Nancy想拿回资金或是想过户土地都可以谈 没想到对方恶人心告状 他们决定反告对方诽谤 Nancy这头则是透露 黄姓台张夫妻就是在打模糊仗 钱付了却连权状都没看到 前几天他回国恰好在飞机上遇到丈夫 但对方连招呼都不跟他们打 他们会联合其他被害人提告 为自己讨公道 黄姓夫妻强者围时Nancy小组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